夏日爷爷 两个 我 花姐 还有鸭鸭 做一次成风波浪的吃货 我们这次来到的硬核城市 抢苏 渠州 第一站 渠州米线 快让我炫满满的一个大碗米线 我这次呢是招牌酱牛肉 加了我最爱的肥肠 我就在一个不吃猪肉的人旁边 在吃猪辣汤 第一次吃渠州米线 可能跟别的地方一起跑 不要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很好吃 但是这个牛奶米线 我看到好像清淡寡水 我就让它加点辣椒 好像要飞了 我的胃已经开始长了 我一个四份 从小喝辣椒油长大的 就接受不了这个辣 这个是在云龙湖旁边 买的三色杯 然后我发现 居然和东北的三色杯 是不一样的 东北是巧克力 牛奶和草莓味 这个黄色是什么味 是屎味吗 咱们从你来尝一口 你最喜欢屎色了 那我请 我们要不要选这个粉色的 insta style的这个火链鸟船 这个人还花了可溜 三手怎么办 我选 我们像不像环珠泽在这浇油 我是耳康 紫薇在哪里 怎么吃耳康 我们其实没去 走走走 下几下几下 chess了 chess了 再去排队吃烧烤了 第二天 徐州烧烤 徐州烧烤 是来徐州必吃的东西 这烧烤是比较传统的 你看了 就有那个小炉子 这个店开 开门20分钟了 没有一桌上了烧烤 全都只上了凉菜 感觉像在 见证饥荒年代 看这个羊腰 腰有点太大 太肥了吧 这个签子碰到我的脸了 因为我有一个初中同学 他的嘴角有一个八 这是一个横条的 就是撸串撸出来的 串好不好吃 其实不重要 但徐州一定是要卷那个 你用这个饼 卷什么都好吃 就卷到这个饼里的时候 然后它就已经升华 它又已经不再单纯的 去烧烤了 这楼非常大饭 好美 花姐给刚才的饭打几分 满分十分的话 七点五吧 一点五 七点五 因为它实在是太热了 至少要扣掉两分 太热了 然后呢 它的板凳又很硬 再扣到零点五 剩下的食品呢 是可以打满分的 不要 不要这样 鸭给刚才的烧烤打几分 满分十分 六分吧 说一下你的理由 好认真哦 我觉得就没面强强 可以吃 鸭好苛刻呀 没有花强人意 可是我刚给那个食品 打了满分 你这样我很尴尬 但是我给它环境 扣掉了二点五 对对对对 你味觉还没有完全恢复 你刚受羊 对 它的和评分不准去 我就可以打八分 哇 真的太棒了 说出你的理由 因为我觉得它们的牛肉 肉还不错 而且烤出来 就是那个牛肉 烤出来是嫩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吃 而且露馍卷 卷肉的话还太贵 那你的两个人 是怎么扣的 太热了 你看我就说吧 那个环境 就是不太OK 尤其夏天 吃完烧烤 我们几个人 坐在路边 畅行着美好的未来 讨论着过去 一些点点滴滴 我们每个人 对于过去十年的友情 都有着不同的经历 虽然认识了十年 然后但是已经有五年 没有聚在一起了 但是还是像初恋 呱呱一样是吗 每个人性格 都没怎么变 还是一样 但是每个人 都成了老毕丹 那是你 我觉得除了我结婚 生孩子以外 你们三个都没有变 是容貌吗 至此和几位朋友 一起来到家乡徐州 我们选择入住的是 徐州运龙湖万好酒店 整个房间不大 但是装修非常的上等次 房间方方正正 有一面是可以看到湖 由于环保理念 酒店里可以带走的备品不多 只有这块香皂 房间的床品 异常的舒适 和其他的晚好标准 是一样的 第三站 辣汤包子 这个里面真是像春饼 卷着一些油炸的面 油炸的那个就是小的 好 冰箱 还有鲜包 哇这个 这个冰花做的好棒 very good 我觉得这个尖宝特不棒 非常符合我的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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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胡辣汤更加的顺口 而且有很多鸡蛋 并且那个胡辣味一点也没弱 所以我觉得 嗯 好棒 尝不到味道 来吃第二顿早餐 到酒店里面又耗了一顿羊毛 再包了一顿 所以如果大家来西州的话 要是吃早餐 还是去那些传统的店里面吃 比较好 这个零木吧 停 首先我必须要吐槽一下 刚才那个出租车司机在车上浮走挖车 说什么挖到孔的话时才知道这有弱 并不是这样的 真是 这有这个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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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不热 你他妈进牢 进坟地里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 我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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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尝尝到 我们就尝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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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盏 帝国鸡蒜鲍鱼 这个分量许多是山东的鸡腿了 长鸡皮好 鲜鲜 而且这个不甜了 非常对我的威 来过来 一条鱼18块钱 活鱼献杀 你能想象到吗 就回外交鸣了 很好吃 你见着我 非常下饭 老店蒜鲍鱼 我觉得可以达到九分 环境吧 真的是街边小店的环境 然后他们家那个招牌蒜鲍鱼 味道还可以 然后主要是打金价鱼 然后其次的话 定锅鸡 还有那个干锅豆 那个干扁菜花 特别棒 我们总共今天这么多菜一共是 给大家卖个关子 大家可以猜一猜 这一顿饭四个人一共花了多少钱 大家可以把自己餐的价格 打在弹幕上或者是留言 我们稍后揭晓 第五战 喝羊汤 我们现在来吃下午茶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下午茶 这个淡水看起来应该是酱油 风 喝了一勺热油的外油 羊肉专家给出好评 有一点点傻 这个汤看着平衡的气 但是一咬发现居然有这么多肉啊 这两种的说法 这个羊肉汤确实有点适 这是那个蘸汤 嗯 我问你这羊肉还是酱油 这超棒 我们买这种汤炸菜 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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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仿佛不能接受 而早就认定这是黑暗料理的梁哥 走在一旁 最后一站随便吃吃 买分10分的话会达5分吧 因为我觉得对于许州的餐厅来说 只要是他能给你上菜 就算是服务好的 你就不要祈求说他的环境有多好 他服务能有多热情 整个学都这样 然后对于菜的话 分量都是很大的 这一点来说你绝对不用担心 然后在这吃不饱的东西 价格也是比较吃 一切都不错 那我打什么5分 这个周末的友谊之旅就 早上结束了 十周年重继之旅 几两种提前走 本来想抱负他 把下午才放在床上 两种你逃过一劫 请主动给我们转 116块钱 谢谢 我觉得这次的旅程整体 都非常的完美 这次是我第二次来徐州 第一次来徐州的时候 是我第一次见狗狗的时候 哇哦 大概是11年前 嗯对 今天恭喜啊 好的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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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